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嘉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嘉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好 其實每當 國內民調低落的時候 西方事件常常都會需要 一個箭靶來凝聚共識 比如說拜登就從大打反中排 到現在反而排 但最新的NBC民調就顯示說 美國民眾對於 總統拜登的執政滿意度 已經降到他任期內的最低水準 其實美國人表示 對於拜登應該對於 俄乌戰爭的能力缺乏信心 說到了抗中卻自傷了 還有什麼呢 還有澳洲了 總理莫里森被說 為了拉抬自己的選情 結果甚至說 在北京解除對於澳中的 部長級交流凍結之前 他認為說去會晤了 大陸新任的駐澳大利亞大使 是不合適的 拒見中國大陸大使引發爭議 但是澳大利亞升級了抗中力道 莫里森林的民調 不只沒有起色 經貿損失 比如說澳洲的葡萄酒 在大陸損失了很多的訂單之後 卻讓南非成功的轉單了 您覺得澳洲跟美國 難道他們有底氣來打抗中牌嗎 來聊天室寫上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現在看到美國的部分 根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BC最新的民意調查說 40%的受訪者對於拜登的執政表現的滿意度 是怎麼樣 是滿意只有40%而已 55%的來看到 是滿多的 是表示不滿意的 這是拜登任期內 NBC民意調查當中最低的水平 那NBC根據調查結果 說有高達71%的受訪者認為 美國正在走的是錯誤的道路上 只有22%的人認為 美國是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那這個時間是什麼時候調查的 3月18號到22號調查的 那調查還發現什麼呢 71%的受訪者認為 他們認為說 白宮拜登這邊 應對烏克蘭戰爭的能力 是沒有信心的 你看沒有信心 來看到達到了71% 另外其中還有包括27%認為 只是有一些信心 或者是很少信心的 可以看到是非常的低 另外來看到28%的受訪者 認為他們覺得是 對此是有信心的 那根本有信心的只有44%而已 一些信心只有27% 所以眼下來看到 美國現在其實通貨膨脹的水準 是持續高漲的 當被問到說 導致通貨膨脹加劇的原因的時候 來看到有高達38%的受訪者 是把這個矛頭指向於 到底是要負責呢 是拜登跟他的政策 當被問到說 那你拜登應該優先考慮什麼問題的時候 是降低通貨膨脹啦 還是改善經濟 或者是努力結束烏克蘭戰爭的時候 高達68%的美國人選擇應該優先考慮的是改善美國通貨膨脹跟經濟的問題啊 而選擇要改善烏克蘭的問題的時候呢 比例只有29% 根據呢 這個調查結果 46%的受訪者 還希望說呢 由 共和黨來控制國會 44%的受訪者說 希望呢 還是由拜登 所屬的民主黨 來控制國會 NBC就說 這是從2014年以來呢 共和黨首次 在他的民調當中 在這個問題上是領先民主黨的 那似乎也預告11月拜登恐怕要提前跛腳了 那拜登的施政呢 讓川普啊 找到的機會 可以藉此來批評 來看到他的怎麼說呢 那川普啊 在當地時間呢 26號 指責呢 拜登上任一年多來呢 就扼殺了美國夢 他是呢 在喬治亞州舉行 一個叫做 拯救美國的支持者集會上發表談話 他呢 對烏克蘭危機啦 高通脹啦 以及汽油標宣問題呢 痛斥拜登政府 他就特別說 你可以啊 把這個世界上呢 這個歷史上 美國最糟糕的五個總統哦 都放在一起 他們都不會像拜登一樣 短短15個月內 造成這麼大的破壞 那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呢 他已經成功的 真正扼殺了美國夢 你看他講的那麼的難聽 但是不要失去希望 因為在正確的領導下 美國將會比以前的時候 更偉大更強大更有力量 他隨後說 美國總統是一場接一場的列車事故 並且指責了 拜登因為什麼呢 因為啊 在阿富汗 羞辱性的投降 以及呢 40多年來最高飆升的通貨膨脹 讓這個國家萌羞 他還說呢 汽油價格飆升到歷史上的最高 想想看 他說我們曾經呢 讓他低於2美元 每加輪 想想看現在 漲到了5678 到了10美元一加輪 可能數字還要高很多 2021年的新冠死亡人數 比2020年還要來得多 他提說 我們做了那麼多的工作 誰會相信呢 就在你相信狀況不會更糟的時候 拜登完全沒有阻止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可恥入侵 他還吹噓的說 如果他現在是美國總統的話 烏克蘭危機就不會發生 他表示說呢 美國目前有一個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總統 甚至呢 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那些稱讚他很出色表現的這些 全都是假新聞 你也支持呢 拜登應該好好處理通膨的問題 尤其是跟大陸好好合作嗎 我們也來聊天室一起互動 現在看到的是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他在當地時間25號 就因為大陸跟俄羅斯的關係 而制裁中國大陸的話 他說這樣子 就要制裁大陸的話 他認為在這個時候 是沒有必要的 也是不合適的 並且透露說呢 美國政府的高級官員 私底下跟中國大陸來接觸 要確保中方理解美國的立場 其實回顧在3月稍早的時候 美國很多的一些議員 政府官員跟報導都很關注說 俄羅斯開戰之後 有請求中國大陸軍事援助 中國大陸有回憶 甚至呢 怎麼樣白宮跟美國總統拜登 也對此表達關注 但是呢 俄羅斯跟中國大陸都一直否認嘛 你們美國都是不聽 但是呢 拜登在24號 北約峰會呢 他還是在強調說 不希望大陸援助俄羅斯 但強調這不是威脅 只是要確保中方了解舉動 而且他說了解這個舉動之後的後果 那這還不是威脅嗎 他說呢 相較於俄羅斯 大陸的經濟的未來 跟西方更加的緊密相連 那另外呢 葉倫他為什麼會說 不應該制裁中國大陸呢 他是在參加CNBC的財經論壇的節目時 就針對說大陸可能因為支持俄羅斯 而遭受到懲罰時 他說美國目前是沒有計畫要制裁大陸的 因為呢 北京到現在都還沒有向莫斯科 提供軍事的支持 而針對所謂的制裁 葉倫認為在這個時候呢 是沒有必要的 也是不合適的 他指出呢 如果大陸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的話 或者試圖要幫助逃避美國 對俄羅斯金融體系 還有央行實施的制裁 自然會非常的擔心 但從目前上來看 沒有發生這樣子的狀況 美國總統拜登26號在波蘭華沙皇家城堡 發表重大談話 拜登眉頭緊揍 全程手勢不斷 還用諧音藏雙關 拜登放話說 美國正在積極打擊俄羅斯經濟 已經有多達400家企業撤出俄羅斯 接下來也將不遺餘力 讓盧布變成廢紙 拜登想透過這次歐洲之行 打擊俄羅斯 拉抬美國外交聲望 但拜登在美國國內民調 依舊慘不忍睹 根據CNBC最新民調 高達六成民眾 對拜登施政不滿意 創下拜登上任以來新低 並有多達71%的民眾 認為美國走錯了路 美國正面臨40年來最嚴重通膨 為了挽救經濟 美國甚至主動恢復 豁免大陸關稅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 將恢復352項 自中國進口商品的 加徵關稅豁免 這有助於相關產品的正常貿易 大陸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 在觀察者網上發表評論指出 拜登主動豁免關稅 原因有三 一是面臨美國國內政商界的壓力 二是通膨壓力 今年2月 美國通膨飆升到7.9% 第三則是因為拜登即將 面對10月的期中選舉 如果在經濟方面再無突破 將直接影響民主黨的支持率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也在當地時間25號 參加美國CNBC論壇時表示 因大陸與俄羅斯的關係 而制裁大陸沒有必要也不合適 葉倫透露美國政府高級官員 正私下與大陸接觸 以確保大陸理解美國的立場 葉倫強調儘管俄無衝突 還是必須確保美國供應鏈的重要性 不過專家分析 美國國內目前對於加重大陸制裁 聲浪不低 未來美中經貿戰仍會持續 記得張力報導 好 其實說到制裁 我們差提提一下 美國現在呢 是怎麼樣對俄羅斯加大制裁 大陸外交部犯人光文斌的 就說聯合國有100多十個 100多十多個成員國當中 有140多個國家 是沒有對俄羅斯制裁的 這表明說絕大多數的國家 是用審慎負責任的態度 來對待此事 希望各方能夠冷靜下來 把精力放在勸和促談上 美國動不動呢 就揮舞制裁大棒 恐怕也會傷到自己嗎 所以來看到 儘管葉倫是不支持 來制裁中國大陸的 不過美國又有其他人 在扮黑臉嗎 比如說貿易代表辦公室 23號不是有公佈 所謂的301條款 對華加征的關稅項目當中 在討論恢復進口關稅豁免 其中有549項豁免當中 最後只鬆綁了352項 並沒有到全部都豁免 另外同時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他25號也說 美國現在積極要施壓中國大陸 要求改變扭曲市場的貿易行為 不會坐等大陸做出決定 限制傳出可能會再對大陸 寄出301條款的貿易調查 進而導致新一輪的關稅 或者是商品的禁慾 前立委郭正亮就算 貿易調查又能怎麼樣呢 戴琪跟美國商務部長 一系列抗中言論 似乎也只是想要跟拜登證明 自己立場跟拜登一樣 在求表現嗎 他認為葉倫才是最具有高度的 拜登的閣源 貿易調查之後能幹嘛 增加關稅 或者是限制進口 他敢這樣子嗎 你做了科技戰金融戰場 就超過301了 你剛取消了352項懲罰性關稅 你現在又要幹嘛 這是不是很奇怪 這個就是美國現在每一個部長 都要做什麼 表示他們有在認真 商務部長也講一堆 雷蒙多 商務部長不是講到說 如果查到中國有資助俄羅斯 要對他祭出二級制裁 然後葉倫就說 這個不是時候也會遲到 葉倫又說這樣不行 所以這黑白一點就對了 也不是啦 我覺得葉倫比較一致 葉倫一直都這樣 Ramando跟戴琪都急於表現 他表示說我跟拜登 你是永遠站在一起的 我現在秀到你的氛圍 就是抗中 也不是說抗中 就是說要利用俄羅斯這個議題 把中國也拉進來 應該是這樣講 他就努力拉 可是因為這兩個人 畢竟他的資深程度 還有對政界的影響力 遠不及葉倫 葉倫什麼樣層級的 對嘛 所以 事實上拜登他的內閣 唯一各界認為聲望最高 比較激怒狀況的就是葉倫 所以就你講二級制裁 這個是多麼大的議題 然後立刻又被葉倫打消掉 然後戴琪 戴琪坦白講 他已經反反覆覆很多次了 因為今天要選舉嘛 這個我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包括眾議員參議員都連署 要求要 事實上他的聽證會是有549項 他最後只取消了352項對不對 他不能全部同意 還是要給反中派一點空間 所以你就看到他的難為之處 可是這種蓄積的力量 就會隨著美國的通膨加劇 就越來越嚴重 你根本不可能啟動新一波的貿易戰 因為這個通膨往上走幾乎 不可能阻止 比如說安聯的首席經濟學家 那個Arian 他就公開講了嘛 他說如果照這樣下去 今年夏天通膨可能會破石嘛 那你這樣怎麼選啊 11月要選了 是嘛 而且拜登非常清楚 就是人家認為通膨 拜登是有責任 但他怪普丁呢 本來那個你沒有能力解決 就是你的事啦 那基本上通膨認為拜登要負責任 我看過一個民調是64% 那我認為如果4月再往上走 如果那個油價還是壓不下來等等 那那種感受就會越來越強硬 好 其實不只是美國抗中自傷 澳洲也是 我們先補充一下 中國大陸最近呢 不是跟所羅盟群寶 簽署了有關安全合作的協議 美國澳大利亞官員表示很擔憂 認為大陸沒有必要輸出警務的力量 聲稱呢 可能會動搖太平洋地區 現行安全合作的機制 但是我們來看到呢 對此大陸外交部翻譯汪文斌說 大陸跟所羅門群島是兩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兩國開展正常的執法安全合作 符合國際法還有國際的慣例 有利於鎖國社會穩定還有長治久安 有利於增進地區國家的共同利益 無可指摘 我也注意到所羅門群島的政府 發表了一份聲明 感謝所有發展夥伴支持和幫助 汪文斌說有關國家 應該切實尊重鎖方的主權 尊重鎖方自主做出的決定 而不是用居高臨下的姿態 認為自己有資格 有特權來界定 其他國家應該做什麼 不應該做什麼 中鎖合作 受到鎖國政府跟人民的真誠歡迎 為什麼有人會感到擔憂呢 是誰常年派遣軍機 軍艦到別人家門口耀陽威 嚴重的威脅有關國家的主權安全呢 又是誰在建構軍事化的小圈子 把核擴散風險帶到了太平洋 又是誰在渲染緊張氛圍 製造陣營的對立 給地區和平穩定蒙上陰影呢 說大康中我們就來看到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 26號在議場記者會 他宣稱說在北京解除 對澳中部長級交流的凍結之前呢 他會晤大陸的新任 駐澳大利亞大使 他認為是不合適的 等於是聚見大陸的大使 澳大利亞來看到是 坎培拉時報就表示說 莫里森強調對他來講 跟新任大陸大使見面 是一種軟弱的表現 但是來看到 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 研究中心的主任陳鴻 他就特別說 大陸的新大使要求會見 駐在國的領導人 完全是符合慣例的 是很正常 而且合理的要求 莫里森 你找借口予以拒絕 他給出了預設條件 甚至可以看作呢 是對北京的要脅跟脅迫 這一次的聚見 體現啊 中澳關係的貞結責任 是在澳大利亞 反觀中國大陸呢 釋放了善意 希望能夠跟他溝通啊 递出了橄欖枝啊 作為一個 友好寬容的大國形象 表現是無遺的 中國大陸是在盡力做出有利於 中澳兩國關係的破冰的事 陳鴻說呢 另一方面 澳洲是在向美國你表忠心嗎 甘願扮演美國的馬前卒 及先鋒的角色 莫里森完全把自己呢 放在大陸的對立面 無意要去改善中澳的關係 另外呢 來看到是 寮淳大學 太平洋島國的研究中心 首席研究員 于磊老師 他說莫里森你要這麼做 就是因為出於選舉方面的考量 這次選舉 澳洲國內 普遍認為他應該要下台 由於名望不高嘛 經濟又沒搞好 外交成績又差 莫里森透過強硬表態 試圖要在大選前來賭一下 希望美國幕後勢力 能夠像上次選舉一樣 幫助他 這難道也是看準 美國有所謂 顛覆政權的能力嗎 引發好奇 那為何澳洲人開始會思考 抗中對澳洲真的有利嗎 比如說來看到美國之音 就特別提到說 憤怒的葡萄 澳大利亞葡萄酒 釀酒商 在大陸的失 失去的失 是南非的德 文中就寫到了 北京跟坎培拉貿易爭端 推波助瀾之下 現在南非的酒莊的對華出口 不但已經翻了好幾倍 甚至還在生產 專門為中國人釀造的葡萄酒 大陸對澳洲的葡萄酒加徵關稅之後 位於南非西開普省的釀酒商們 就知道商機來了 龐大的市場缺口 南非葡萄酒商的協會 亞洲市區的市場負責人 叫做馬庫斯福特 他提到 2019年澳洲對華的出口 大概是10億美元的葡萄酒 大概是佔了中國大陸葡萄酒 進口量的40%非常多 現在很大的缺口 南非的葡萄酒商已經從中獲益 還說對華出口增長一倍 這個增勢是非常非常猛的 澳洲跟美國抗中卻踢到鐵板 其實美國身陷在烏克蘭戰事的時候 中國大陸外交大突圍 尤其是拜登使得怎麼樣呢 使得中印額更加的緊密 您覺得拜登是否失策的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一起來互動 為何會說到說中國大陸外交突圍呢 就來看到的是大陸的國務委員兼 外長王毅 其實最近真的很忙 忙翻了 比如說他旋風式的訪問什麼呢 訪問了阿富汗 跟阿塔這邊有進行相關的合作 以及跟什麼呢 跟印度也進行了會談 比如說跟他們的外長 蘇潔森 還有總統的顧問 都有很大的外交成果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在印度這一塊 有非常大的斬獲 所以印度論壇時報就說 印中是時候要修復關係了 你不能總是用實質控制線綁架了 不能夠忽視大局 另外印度也被說 現在美國用很大的力量 要把印度給拉回來 但通通都失敗了 比如說BBC有特別強調說 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對話 印度就變成是一個很大的缺口 因為現在四方安全對話當中 只有印度對俄羅斯是按兵不動的 所以他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破綻 因此拜登也特別說 印度的反應真的是很不穩定的 所以BBC說印度中立的立場 其實讓美國是坐立難安的 現在就來看到的是說 美國現在派了非常多的小老弟 希望印度能夠回心轉意 通通失敗 比如說英國最近有一個訪問團 要訪問印度 最後一刻的時候被反對了 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曉 我還頒出了420億美元的投資案 希望印度能夠跟我們站在一起 但是印度在聯合聲明當中 根本都沒有譴責俄羅斯 最後就來看到是莫里森 跟莫里黛會戶的時候 來進行談話的時候 其實澳洲外交部也說 澳洲是理解他們印度的立場的 但是就是不想要譴責俄羅斯 因此才會讓拜登說 真的是印度讓他覺得是不堅定的盟友 是一個例外 對此其實前立委雷倩 他有分析說印度 其實印太戰略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要角 現在看起來拜登失策了 印度買了油囉 便宜的油 他已經直接跟他交易了 而印度是四方跨的中間 最重要的一個端點 因為如果你沒有印度 你就沒有印太 你沒有印太 你就沒有印太的經濟結構 你也沒有印太的戰略結構 你也沒有你整個從印度到太平洋的佈局 那輪軸就沒了 對 所以它是一個端點 如果你說四邊的話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端點 更重要的是印度來說 這一次我覺得王毅他的訪問 是非常有智慧的 他先去告訴了阿富汗 阿塔 他說你們要承諾的那個東伊運 那你不管怎樣去譴責他 說我們都還沒有承認這個政權 可是王毅去講的是國內的重要問題 就是我有一個東伊運的恐怖組織的問題 那你們曾經承諾你們要幫助我們解決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你講的 我覺得沒有人可以去怪他說 你去跟他們 雖然他的出現就代表了一個 非常大的外交跟政治上面的承諾 或者是承認 那麼對於伊核組織 就是伊斯蘭的合作組織裡面 他講的是各國的領土主權的完整 就帶了這些中間的領土主權紛爭 那這個地方下面一個很重要的是 告訴印度說我們兩個國家 其實有很多很多東西 我們都是重複的和重疊的 他們都是金磚五國 他們都是集團體 他們也都是上核組織的成員 這次俄烏戰爭 那美國因為急於在歐洲恢復新冷戰 甚至想要把它複製到亞洲 那這個就有一點就是說 你把這個俄羅斯類比成 這個冷戰前的蘇聯 那事實上這個新的俄羅斯 他可能他已經沒有再搞世界革命了 他並沒有要併吞東歐 所以很多國家就不以為然 所以你這種理解是有問題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真正參與制裁的國家 只有48個 這個我覺得你如果對比前一陣子 那個美國在反中 搞貿易戰 科技戰等等 那為什麼有些國家也不願意表態 我覺得這是兩個邏輯 那美國的兩次的試煉 那都不是太成功了 所以第一個是經濟上他要反中嘛 那希望大家都表態要站隊 那結果你可以看到東南亞國家都不願意表態 那印度在經濟上或許加入陣營 可是他現在也開始覺得好像不太對 美國都沒有在多邊組織裡面 因為美國沒有給他什麼好處 因為經濟就是將本求利 然後他跟中國的貿易也超過1000億美元 對比像歐洲差那麼遠 甚至還輸俄羅斯 中俄貿易有1400億 所以我覺得他也逐漸開始想通了 比如說 不然你沒有辦法理解中印邊境 為什麼軍方的談判會有一些發展 那這一次就更明顯了 就是美國想要把俄羅斯又重新內比成蘇聯 這個很多國家就不能接受了 比如說印度他就直接講我不接受 那你可以看到巴基斯坦也不接受 就印尼啦 就一些比較大人口比較多的國家 不是只有中國啦 大家就紛紛不接受了 所以你要這樣搞 就是單極的經濟 以美國主導的這個經濟的世界 美國就已經沒有成功了 那你現在還要在政治上要單極來主導 全世界的論述 這個引起的反彈就更大了 所以我覺得坦白說就是 這個應該可以看到 國際經濟體系跟國際政治軍事體系 美國兩次單極化 拉回到冷戰體系 基本上兩次的試驗都沒有成功 每次都沒有問題的比酒精啦 比漂白紙更加的環保 如果你要購買 旺旺水神生成機 中天新聞的觀眾是有獨家的好咖